好 那個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同學我們slido還是58950 好 那麼同學我們今天課程開始講 我們先跟同學講一下作業二的這個部分 作業二我們到今天晚上九點都還可以上傳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作業二好了 那最後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東西要跟各位同學提 大概就是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蠻多同學有問 不管是寫信問還是比如說上禮拜課堂結束的時候就問 我們這邊跟同學再講一下說最後一題它是唯一實體裡面有一個陷阱的題 其他題目都基本上是蠻單純的這個問題 同樣我們在前面兩題的樣子應該是這一題 就是說我們有請各位同學去抓一下說 Country Region不等於Province State的這個國家出來 那我在想說這個可能太隱晦了 同學沒有 大概沒有抓到我讓你們寫這一集的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在提示你說 這個資料它本身它的level是有不一樣的 就是其他的國家除了這七個國家以外 都是單日單比 就是這個國家是多少 單日就單比 所以假如說這個資料集它本身沒有這個問題的話 同學直接where去解那個問題其實是ok的 但麻煩就麻煩在於說 它裡頭只要是碰到這四個國家的觀測值 它單日的資料它其實是會拆到Province這個層級的 所以會差別在於是說 你如果直接where去篩掉daily的case是超過1萬的話 你會篩掉一些它可能單日單個Province是在1萬以下的 但是它可能整個country加起來其實還是在1萬以上的這種case 那你就會把那個日期就是漏掉了這樣子 ok所以最後一題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它的陷阱就是藏在說 同學要先照country去group by 然後去sum之後再來回答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你就會漏掉一些資料 就是說它當日其實也有超過1萬 但是它單個province沒有超過1萬 對大概是這個原因 那這是比較多同學在問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少數同學有出現的問題 就是回答的那個query的位置沒有寫對 這也有部分同學有碰到這個問題 同學我們的筆記本練習題的筆記本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先寫一個問題 然後問題寫完之後會有預期輸出的樣子 然後才是你寫答案的地方 有些同學會有點像是不小心用這樣子的順序去寫 就是它的回答寫在下一題的 怎麼講這個要怎麼講 它把上一題的答覆寫在 下一題的答覆寫在上一題的query裡面 那就會有一些fail出來 那這個其實是小問題 同學稍微調一下你的query擺放的這個位置 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是 這個叫什麼 作業2的這個部分 然後要提醒一下各位同學就是說 嗯 作業2 腳腳的期間是今天晚上9點這樣子 對 然後 我不確定 欸 我問一下好 同學你們會需要補礁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嗎 因為我早上等課的班級 他們會需要這樣子的機制 你們需要一個補礁的時間嗎 就是 有一個更厚一點的腳腳日期 但是 但是我們會給你一點大折 比如說八折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這樣如果你沒有辦法準時腳腳的話 不至於零分 有一個補礁的時間這樣 有需要嗎 因為我上學期 教的時候 大家好像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就是 這個問題 然後今天早上上課的時候 才發現說 同學好像會有這樣子的需求 所以我本來是沒有設計有補礁這件事情 OK 因為同學如果 覺得補礁這件事情 然後打個折是合理的 然後也是有需要的 可以在slido裡面反應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就 就還是照著我們本來的這個機制走 這樣子 OK 好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問題 我可能也再跟同學提一下 就是我們每次給各位同學一個作業的時候 它都會同步一個資料夾到你的hub裡面 之後的狀態也都是這樣子 那它同步的那個資料夾對你來說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working directory 就是在你的電腦中的狀態 它就是一個資料夾 那同學你的每個應用程式 你都會在一個指定的資料夾去run OK 你不可能說你這個應用程式 在一個out of nowhere的地方run 同學你run一個應用程式 它一定有一個對應的執行的路徑 OK 所以你可能沒有意識到而已 通常都是在你存檔的時候 你才會意識到這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叫做我們的運行環境 working directory 那同學你sync了一個資料夾進來 因為它通常都直接帶你到nodebook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沒有意識到 其實你已經有了一個working directory 同學你的working directory要怎麼看呢 同學你的作業打開來是nodebook的形式 同學這個nodebook的形式 在後半段的課程 你會頻繁的遭遇它 因為它是我們主要在講Python的環境 這樣子 所以nodebook的界面同學可以先熟悉一下 好 同學你如果點左上角的這個 Jubil Hub 的這個連結 它會帶你來到你的首頁 同學 它會帶你來到你的首頁 那你就會看到一些資料夾 這些資料夾就是我們所謂的working directory 同學現在看這個資料夾 可能就是homework2這樣子 那它就是一個資料夾 那在這個資料夾裡頭 它的db就是資料來源 就在那個資料夾裡頭 所以同學如果看這個homework2的話 會看到裡面有一個 database 是covid19.db 好 那同學如果點這個作業3的連結 同學如果點作業3的連結 就會在作業3 homework3的這個資料夾裡頭 看到一個叫做imdb.db的資料夾 OK這個 所以它就是說 我們的作業傳遞的機制其實也很單純 它就是去同步一個資料夾到你的Jubil Hub 裡面去 所以不管是exercise的這個 notebook 也好 還是我們要你去query的db也好 都在裡頭 OK好 那所以同學裡頭的第一個cell在走的事情 就是幫你把你的notebook跟db就是connect起來 所以我們為什麼前面會有一個cell 一開始先去做connect這件事情 就是在幫你把working directory的資料抓進來這樣子 所以同學如果說作業3在做的時候 一樣也想在本機先 就先query一下再測 做法一樣 就是在這個前面點點勾勾 你把它勾勾打勾起來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download的按鈕可以按 那你把它download到本機之後 就可以用SQL Live Studio去連它 然後就可以去查詢 OK 好 那這個是關於作業2跟作業3的部分 作業3的角角期限我們就是定在下個星期五的 一樣都是晚上9點的時間 晚上9點時間 然後旁想來也就拍出來 sweetheart capital wife 心瑪怎麼會 范家 哇 小屋 同學我們接下來就進入到下一個章節 同學我們下一個章節叫做 這個進階的查詢 略微進階的查詢 同學什麼叫做略微進階的查詢呢 我們先比較high level看一下 比較進階的查詢我們大概是有幾個項目而已 第一個就是case的敘述 第二個是只查詢subquery的這個技巧 然後接下來就是join table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沒有太多 具體來說在工作上面如果要應用的話 還是屬於基礎的查詢技能 只是說在我們課程的編排上面 我們就暫時先把它放在比較進階的部分 但是要請各位同學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雖然我們這邊叫它叫做比較進階的query 但實際上在工作上面的場合來說 還是算是基本的查詢技巧這樣子 OK 好 首先的話同學我們來看第一個這個技巧 這個技巧叫做reclassify values 就是重新的去歸類你的資料值 重新的去歸類你的資料值 那同學怎麼樣重新的歸類你的資料值呢 你就使用一個保留字叫做case 好 那麼同學case是做什麼用的呢 case這個保留字它是一種 所謂條件邏輯的一個工具 那這樣子一個條件邏輯的工具 就是它可以有點類似像是說 讓你在決定資料值的分類的時候 可以依據一個條件來做分類 好那同學我們上一次遭遇到條件的時候 是在where這個保留字的後面 還有在having這個保留字的後面 我們在where後面接條件去篩選觀測值 我們在having後面接條件去篩選聚合之後的結果 對吧 OK好那同學這裡的話case的敘述裡頭 我們也要用到條件 我們也要用到條件 好 那麼它的條件概念有點像是說 它會有條件1 條件2 條件3 然後點點點到條件可能 最後一個條件這樣 那符合條件1 也就是說它如果是一個不靈為真的狀態 也就是說這個判斷條件如果符合的話 你的資料值就可以重新的歸類給result1 結果1 所以我們這個sure code的概念是這樣的 如果condition1是true 也就是不靈真的狀態 那我就是result1 那如果condition2 如果condition1是false 那就走condition2 看看condition2的狀態 那如果condition2是真的的話 就給result2 那假如同學 你的condition1跟condition2的狀態都是false的話 那我們就會走result else 這樣子 那麼同學case的敘述 它最簡單的這個樣態 就有點像是一個衍生計算欄位 所以它會幫你新生成一個欄位出來 那這個欄位的話 我們也會給它一個alias 所以我會and as 一個variable name這樣子 好那同學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範例 那麼同學你基本上你在用case的時候 大概有兩種需求 一種需求叫做把數值轉成類別 所以我們這邊說value into category 就是說你如果是數值的 想要分成類別的 也就是從連續型 代應到離散型這樣子 那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說把舊有的這個類別 對應到新的這個類別 OK好那等於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說如果我想要把這個數值 對應到類別的話 可以怎麼樣去給 同學我這邊給一個條件 就是說我們有球員的身高 同學我們範例的 上課走的時候的範例 都是NBA.DB OK好 那它裡頭有一個變數 players那個指導表裡頭有變數 叫height meters 對不對 好那我們希望根據這height meters 他如果是大於等於兩公尺 我們就給他一個內容 就文字 那小於兩公尺 我們就給他另外一個文字 那這樣子的話 同學我們就會有一個 什麼樣子的狀態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這個數值 對應到文字的狀態 喔數值本來可能是從 可能是從1.8左右到2.1左右都有的這個連續的數值 那我可以用case這樣子的敘述方法 把它一分為2 就變成說什麼大於兩公尺 跟未滿兩公尺 這樣子的一個分類 OK好 那它在case上面的話可以怎麼寫呢 同學它的case上面的寫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case when height meters大於等於2 好大於等於2 然後呢給我一個result 那同學我們這個result 我們就說它叫toler than 2 這樣子 toler than 2 OK好 那else的話我們就說它shorter than 2 這樣子 OK好 那我們就生成了一個衍生計算欄位 叫height categories OK好 那我們秀前五列出來就好 那同學你run了這個cell之後就發現說 對耶就是我們本來 資料表裡面沒有這個欄位 但你透過case就生成了兩個類別的欄位 那就把本來是連續的這種升高的資料 換成了一個離散的也就是兩個文字的內容 OK好 那比如說同學在這邊也可以稍微try一下說 對耶所以經過這樣子的一個語法之後 比如說height category的distinct值是有多少這樣子 比如說你可以去理解一下它的分類的 重新分類的這個狀態 好那同學你看我們經過了這樣的一個case 敘述的這個欄位 他就會跟你說 欸我就只有兩個類別 一個類別叫做比兩公尺高 一個類別叫比兩公尺白 OK好 所以你就生成了一個 從做了一件事情 就做了一件從數值對應到類別的這件事情 OK好 那同學我們接下來來看 那我們說有第二個這個需求 第二個需求是 將類別對應到類別 只是說它有個舊的分類 跟一個新的分類這樣子 好 那同學我們本來的players 資料表裡面有一個欄位叫做pos 就是position的簡寫 那我們想要透過這個position 去把它對應到一個叫做position new 的欄位 就是新的一個position分類 好 那同學我們在底下有提供一個 對應的規則 同學這邊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把它的對應規則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狀態 比如說它是gf或g 我們就把它對應成g 就不要那麼麻煩 又g又gf 那它如果是fg fc f 我們就把它對成f 意思就是說 它本來的位置的開頭那個 英文字母是什麼 我們就叫它什麼就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同學你看 本來有七個不同的位置 就會被你對成 六個 sorry 三個 三個獨一值這樣子 ok好 那這個查詢我們 查給各位同學看一下 同學比如說我先 比如說我先 先查它本來的狀態好了 比如說 我select distinct position from players 好 同學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我有七個獨一值 我有七個獨一值 是fr cf gf g fg c fc 那它就是我們這個上面這邊 給你看左邊的那個地方 就是它原始的 原始的分類是有七個獨一值的 好 那同學我們現在希望是說 f當然就是對應成f這沒有問題 但我們希望 像這種cf gf fg 或fc的 都不要再出現了 太麻煩了 我們希望可以把它 調過去這樣子 ok好 那這個時候同學也可以寫 判斷的條件 來做到這件事 比如說你就說case position 好 in 好 你就說 它如果是g 或者是gf 那你就說 then g ok 好 我開始會 好 好 那如果position 是跟c 有關的 比如說它是c 或者是cf 那你就說它是c as in center 這樣子 好 那麼 兩個條件給了之後 同學就可以給一個else 就是說剩下的 其餘的條件 就是只要不是上面這四個文字的內容 我們就都歸給什麼呢 都歸給這個f elsef 然後and s 好 然後and s 後面就給你的新的變數名稱 那你就說position new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同學它就會先幫你把 生成一個新的計算欄位 那這個新的計算欄位 它就是每一個觀測值都給了一個新的 這個標籤這樣子 那同學同樣的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去檢查看看說 好 那它現在的這個 distinct 的狀態是什麼 OK 好 那特別你這邊就看到 你看你本來的position是 六個嘛 那你現在就變成的position是 三個fcg 那如果你把它 舊的position也select出來 然後 把它對照一下 比如說distinct position 然後這邊 給我一個position new OK 好 那同學在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它 對應的結果 是不是如你本來 心中 就是你寫那個 case敘述的時候 是不是跟你寫case敘述一樣 那同學就左邊 右邊稍微對一下 比如說gf跟g有沒有真的對到g cf跟c有沒有真的對到c 那剩餘的有沒有真的都對到f OK 所以這個就是 case的敘述 ok ok 好 query 所以sub叫做 子 然後 查詢就是我們一直以來在寫的 所以 它就叫做 子查詢 好 那同學會好奇啊 什麼叫做 這個 子查詢 它子查詢 它的概念其實是這樣 它是一個 所謂的 嗯 潮狀在另外一個 查詢中的查詢 ok 所以我們這邊講 它說 我說sub query is nested inside another query 好 同學截至目前為止 你回答問題 大概 做一個查詢就搞定了 所謂做一個查詢 就搞定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這一段 SQL裡面大概就是一組 select 這個東西我們就叫做 一個query 就是一組 select這樣子 好 那同學如果 你有一些需求 你有一些需求是 要 潮狀的這種需求 比如說 你的 查詢必須依賴前一個查詢 那這個時候同學就可以 考慮使用 這查詢來完成你的任務 ok 好 那同學我們來舉一個實例 根據我們的這個 NBA.DB的這個範例資料庫 好了 我們問各位同學兩個問題 就是說 誰是這個NBA的top scorer這樣子 就是誰在現在這個NBA裡面 得分得合最多這樣子 然後或者說我們問各位同學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欸這個 現在這個胡人隊的球員有誰這樣子 我們就問問問你這兩個問題 ok好 那同學我們第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回答說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好了 該怎麼回答 特別第一個問題是 一個查詢就可以搞定的問題嗎 好像不是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要把 這個最高分的人抓出來 我們得先知道 這個最高分的人的最高分 這個最高分是幾分嗎 因為每一個人他都有記說 他的得分是多少 但是我們不知道最高分是多少 所以舉例來說 我們舉例來說 我們在這邊先很快的舉例來說 為什麼我們會說這個查詢 並不是 好像不是一個查詢就可以搞定的 好 原因是這樣子 同學我們這個表格 他是有做一個 正規化的這個處理過的 所以說他不會把所有的資料都幫你塞在 同一個表格裡面 他會 照著你的 設計去分這些資料的內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這個 Diabase裡面有 像是Players這個資料表 有Career Summaries這個資料表 然後有像是這個 Teams這個資料表 他並沒有說把所有的資料都 都幫你放在同一個表格裡頭 OK 好 那比如說我們這邊 可能看一下 比如說 在 Career Summaries這個 Table裡頭 它其實是有一個 欄位叫做 Points 好 那同學可能 首先的要件 要先知道在 這個表格的Points欄位上 最高的到底是 多少 那同學可能會說 最高的是不是就是這個 35236 剛好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但是 同學你可以發現到說 這個欄位你選出來 它其實並沒有排序 它並沒有從大排到小 或者是有小排到大 所以搞不好 它的最高分 還有什麼 4萬分的之類的 搞不好有4萬5千分的 就是你很難判斷 所以同學 雖然 雖然我們這集 是真的是這一個 但是你如果要知道 它在最高分在哪裡的話 你應該要做什麼事 所以你應該要下個 聚合的函數 我們現在有個聚合函數 叫做max 所以你會先下一個 max函數 先看說 這個分 最高分的這個分 到底是多少 好 那同學你先下了這個查詢之後 你才知道說 最高分是35236 那同學你得到 最高分是35236之後 我們這集你要怎麼回答 因為我們是問你人名 所以你就會拿35236去找說 35236的這個人是誰嗎 可是同學我們的 career summaries 又有點麻煩 同學我們的career summaries oh sorry 我這邊不要秀太多東西 不然它會跑很久 同學我們的career summaries 他沒有人的名字 就是他有球員的一個ID Person ID在這邊 OK 所以同學左右拉一下 會發現說他其實是沒有球員的名字的 所以你沒辦法直接的掃說 好 那這個球員的名字是誰 所以你現在雖然知道得分最多的分數 這個數字本身是 這個數字本身是 是多少 欸 Points呢 喔 雖然你知道是35236 但你不知道 比如說 這筆資料 你不知道2544是誰 所以同學會變成是說 然後你有一些查詢要先做 你要先知道 你要先知道是35236 然後你要先知道是 然後你要先知道是 我忘記他是誰了 好 我們要知道 喔 2544 好 我們要知道他是 2544 然後我們要知道他是 35236 好 所以你要先知道這兩件事 那你知道這兩件事之後 你在拿2544去什麼 去那個 Player's 那個資料表 去把他的名字 抓回來嘛 所以變成是說 喔 同學可能接下來 就會再寫一個 查詢就是 select first name select last name from Player's 好 那同學就千辛萬苦 where where person id 等於2544 好 那同學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 你的查詢 要依據前面的查詢 所得到的結果 來怎麼樣 來做 根據的 OK 那像這種 case就會 需要用到自己查詢 就是要分個查詢查 這樣 OK 所以同學 這個時候就是 有可能會要用到 這個 字查詢 好 那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問題是這個 叫做 Who are the Lakers 就是 誰是虎人 這樣子 虎人是誰 這個意思就是說 要你把 這個球員 他的 他現在是 效力虎人隊的 球員 找出來 這樣 OK好 那同學我們這邊 稍微先看一下 比如說 在球員的資料裡頭 好 在球員資料裡頭 同學如果 左右這樣看一下 應該會發現到說 球員的 資料表 他有個欄位 叫做 Team ID 好 在這個地方 叫 Team ID 在這個地方 那 Team ID 這個東西他就可以 告訴你說 這個球員 他現在效力於 哪一支球隊 那你只要把 洛蘭基胡人隊的 Team ID 傳進來 做篩選就好了 好 可是各位同學你手邊 怎麼可能有 就是洛蘭基胡人隊的 Team ID 沒有嘛 所以你會去哪裡找 洛蘭基胡人隊的 Team ID 你會去 Teams資料表找 所以你就問說 好 那 Teams裡頭有沒有 虎人隊 這樣子 所以你就去Teams裡面 那你就發現說 喔對 Teams裡頭確實它有一個欄位 叫做 Team ID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 Team ID 去 Players裡頭去找 那這件事情就會 變成是說 同學就要做 兩次的查詢嘛 就先查一次 呼人隊的 ID 再拿呼人隊的 ID 去Players裡面找 那前一集就是說 你先知道 最高分的分是多少 然後再把最高分的分 找到他的 Person ID 然後再把那個Person ID 然後再把那個Person ID 拿去找 他的名字 喔 所以是這樣子的 一個概念 OK 好 所以同學我們的 只查詢 基本上的一個最 主 主觀的這個概念 它其實就是說 你的查詢跟查詢之間 它不是彼此獨立的 它查詢跟查詢之間是有關係的 那這種關係就很像 函數跟函數之間 有的時候也會有關係 同學你在使用這個 Excel 寫公式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一些的時候 你的那個函數 要連叫兩次 也不是連叫兩次 就是會用兩個不同的函數 但是它是 就是用小括號掛在一起 它意思就是說 我前一個函數的輸出 要是後一個函數的輸入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你這兩個函數的呼叫 它是有關係的 它有依賴性 它不是獨立的 那這就跟只查詢的概念 有點像 就是說我的查詢不是獨立的 它要基於前一個查詢的結果 來做現在的這個查詢 OK 好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動作 就整理一下 就是說同學你第一個 query 你要先查 這個 career summaries裡頭最高的 這個分是多少 然後第二件事情 你要用 max points去找 person id 對到誰 那第三件事情 是拿第二個 query 的 person id 去 players 裡面找 所以它就是說你的 後一個查詢 依賴前一個查詢 那你就可以用 只查詢來完成 依賴性的操作 好 所以同學我們先分開來寫 分開來寫的話會長這樣 first query 是這個 這是我們剛剛寫的 max point 是多少 然後 from career summaries 好 35236 好 那同學這個是第二個查詢 第二個查詢 你是不是就說 好 那誰 35236這個 值是多少 所以你就把35236 放在 where 條件後面 OK 好 那你就得到了 person id 是2544 那同學在這邊的話 會不會有點好奇 就是說 就是我這邊 能不能用 max 然後 points 同學我這邊能不能用 max 這樣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少做上一件事情 OK好 同學 你可以亂亂看 沒有關係 答案其實是不行的 就是 where 後面沒有辦法 結聚合函數 作為條件 為什麼 這個跟我們之前介紹 那個 having 的原因 的原因是相似的 就是說 表格它 有兩個維度 水平跟垂直 它的函數作用 跟它的保留字作用 也都是分兩個維度的 所以 where 基本上就是在做水平的操作 having 是在做垂直的 所以這個地方 你的 max function做的運算是垂直的運算 所以你不能直接在 where 後面 你要在 having 後面 對不對 OK 好 所以這題其實是不會 work 這樣 所以你得先查出 先查出剛剛那個 35236這個值 然後才可以再傳一次查詢 OK好 所以你就得到2544 就是 那同學接下來的話 你就會 往下一個 這個 最後一個查詢 走了 那同學的最後一個查詢 長什麼樣子 最後一個查詢就長這個樣子 你把 前一個查詢得到的2544 再拿過來用 這樣子 好那你就打 找到了這個 NBA的得分王 好像也不能講得分王 我們就是說 現役球員 就是得分則最多的這樣子 從初到以來 對 OK 好 那同學你這樣子的 這樣寫法有什麼 缺點 這樣子的寫法的話 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同學假如說 你這三個查詢 就做這麼一次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 那你就放在這邊 這樣做一次就好了 可能 不去用紙查詢也沒什麼關係 但假如說 各位同學 你這個查詢 每天都要 跑一遍 那每天都要跑一遍的這個查詢 那萬一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萬一說 剛好就是 頭兩三個得分王 是分數很近的 他每天都會換 那你這段查詢 一二三 是不是每天都要改 為什麼呢 因為 你會每天過來看這個數字是多少 然後你會每天過來改 這個條件是多少 然後再根據這個person ID 再去改 這個東西是多少 那就很痛苦 OK 所以如果我們找了一個數據 剛好是有拉鋸的 那你在完成這個查詢上面 做一次也還好 通常你的查詢都不太可能只做一次 因為 查詢 SQL的查詢 它某種程度上 就是扮演 一個 資料管線的這個 輸入流這樣 所以變成會是說 它其實是常常都要 都要在run的 可能也不是只有一天run一次 搞不好 intense一點 是每分每秒 它都有在跑這樣 那你不可能就是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做 那這個時候 自查詢就可以派上用場 因為它可以 不用讓你把這些條件寫死在查詢裡面 它可以讓它是 用 動 就是它是動態的 就是它是變數形態的 它不是 常數形態 像同學我們這邊寫這個就是常數形態 所以它是不會變的 你要改它才會變 好 那同學它的 指查詢的 形態是長這個樣子 同學我們可以先看答案 就是說 你看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 三個不同的select 那 三個不同的select 那這裡的話 我們把那三個select 用了某一個方式去把它 包裝成一個select 也不算是一個select 就是一段 SQL的敘述 但這段 SQL的敘述 這個圖裡頭有三個select的保留字 比如說 這裡有一個select 這裡也有一個select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select 那這件事情就呼應到我們最最一開始 跟同學提的 只查詢的定義就是 nested的select statement 就是說 你的查詢是 潮狀在另外一個查詢之中的 所以你的外型如果是這個樣子的 超過兩個以上的select 然後它是在一段SQL的敘述裡頭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我們就稱之為止查詢 OK好 那同學你當然 不太容易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先把止查詢 就這樣洋洋洋洋寫出來 OK好 所以同學說要把上面的這個查詢 完成成為止查詢的外型 可以大方的先把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先刪掉 你可以先把前面的三個查詢 就是原封不動的 照著順序貼過來 OK 好 比如說這是第一個查詢 然後你把 第二個查詢貼過來 然後再把最後一個查詢寫過來 然後再把最後一個查詢寫過來 在一個地方 然後再慢慢的把它改寫出來就好 好那同學他要怎麼樣慢慢的改寫呢 我們在一開始對止查詢的定義裡頭 其實還有一段是給各位同學的提示 這段提示是什麼呢 這段提示是這樣子的 你enclose subquery in parentheses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包裝另外一段查詢呢 其實很簡單 它的方式就是說 在你的查詢中 你要用到其他的查詢的地方 給我一個小括號 把我這個查詢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enclose subquery in parentheses 意思就是說 在你需要這段查詢的結果的地方 把查詢放進去 OK 好 那同學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那接下來的話 同學會看說 好 那 在我現在這個查詢裡頭 我哪裡有需要用到別的查詢呢 同學你首先先看最後面 那同學你在看的時候 你就是從 後往前看 同學最後一個這個地方 你哪一個 同學你先看最後一個查詢 我們由後往前推 同學你最後這個查詢哪裡 是依賴前一個查詢所得到的 是where條件這個地方對吧 同學你看 你在where條件這個地方 依賴了前面一個查詢 2544是前一個查詢得出來的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查詢得到 personID2544 好 所以你就把 這一段用小括號取代掉 你把依賴前一個查詢所得到2544 用小括號取代掉 然後呢 把第二個 可以產生2544的查詢 原封不動的剪下貼上到 小括號裡面去 那這就是我們說的 you just enclose subquery in parentheses 概念 就是你就是把 前面你所需要 先run的查詢 放到 現在 你需要的地方 但是你用小括號把它刮起來 ok 好 那等於你看我們這邊 稍微調整一下它的外型 好 那等於這個是一個 只查詢的形態了 它有兩段查詢 好 sorry 它有兩個select statement 然後是一段sql 好 那等於run一下 就發現說 對耶 它有相同的查詢的結果 ok 好 那接下來同學你還剩最後一件事啊 就是這裡還有一個 結果在這邊 35236 35236也是 根據前一個查詢所得到的 35236是根據哪一個查詢所得到的 35236是根據這個查詢得到的吧 max points from career summaries 對 就這樣 35236是這個查詢所得到的 所以你把35236 用小括號取代掉 然後呢 把產生35236的這個查詢 剪下 貼上 然後調整一下你的 layout 這樣 好 那同學這個就是我們 一開始看到的 直查詢的結構 所以它後來 成品看起來 雖然有一點複雜 但實際上如果你一步一步的 慢慢改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OK 好 那同學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 一個直查詢的改型 所以 本來你分三段查詢得到的結果 你現在一段查詢也可以搞定 好 好 那同學 這一段查詢你這邊這樣看起來 假如我們這個查詢 它是每天要跑的 那它的 問題就沒有問題 它隨時都可以跑 隨時都是最新的 得分王 假如 假如 每天 會換的 這種狀態的話 OK 好 為什麼 因為這邊沒有把資料寫死 那這邊也沒有把資料寫死 所以 這個查詢的結果 它就是活的 這樣子 不像你 本來分三段查詢的那個結果 那個結果是死的啊 每一天只要 資料庫裡頭的資料有變動 你 那一段查詢就要重修嘛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寫錯的話 它就可以 放在那邊 讓它 每一天跑 這樣子 OK 好 那同學我們也可以 可以一樣畫葫蘆啊 同樣的這個 問題 比如說 你可以看一下說 那 這個是最會得分的 那那個 最會 比如說最會傳球的 的人是誰 那你就可以 用我們 剛剛教你的這個思維上去走嘛 特別你就可以先說 喔好 最會得分 最會傳球 比如說 他是 助攻嘛 所以是assist 所以你就說 喔好 誰 傳了最多的助攻 好比如說 你就看到一個9977 9977 截至 我們的資料日 我們知道日好像是 三月中的樣子 我忘了 對 OK 好 好 那同學這個9977是誰啊 就select person ID 然後從同樣的一個資料表 去看說 他的assist 是9977的是誰 好你就看到是 101 101 108嘛 那你就去 players裡面找 這個人是誰 where person ID 等於 101 108 這樣子 OK 好 那同學我們下課休息 OK 好 那同學我們來看喔 像剛剛這邊已經查完了嘛 那你可以再把它改寫成 只查詢的 外觀 OK好 那只查詢的外觀的話 你就把 這個 101 108 這個是你前一個查詢所得到的嘛 所以你前面是怎麼得到 person ID的 你是透過了這個查詢得到 person ID 比如說 career summaries where assists 助攻數 為什麼 為 比如說9977 同樣是透過這個查詢得到 那個person ID 好 那這個person ID 9977 又是依據前一個查詢所得到的嘛 你是怎麼得到9977的 同學你是經過 max assist from 你是經過前一個查詢 這個查詢得到9977的 所以同學 這樣子的話 你又把它改寫成功了嘛 就是由後往前推 看說你這一段的需求 它到底是透過哪一段做出來的 那你就把它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這樣子 把它串起來這樣子 OK 好 那同學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範例 下一個範例跟剛剛的範例其實也是類似的啦 它就是問你說 這胡人隊是誰這樣子 胡人隊有誰 那同學首先你要先知道胡人隊的ID是多少 為什麼 因為 你要從players這個資料表裡頭挑 data出來 你是根據team ID 調 不是根據 不是根據team name條嘛 所以你得先知道 它的team ID是多少 好 那同學你這邊就可以稍微 看一下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資料裡頭到底有哪些 資料這樣子 那同學你有很多種方式可以 選到胡人隊的team ID這樣子 OK好 同學可以用像是 比較簡單這個什麼 triple code 那或者是同學可以用 nickname 那同學也可以用 city 都可以 看同學用什麼樣子的方式去把 胡人隊的team ID select出來 所以比如說 team ID 那我們用 比如說 triple code 好了 那你就說 哦好 triple code 等於 LAL 那你就得到了 LAL的 這個 team ID 好 那或者是同學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用 city 比如說他這邊有個 city 等於 洛杉磯 OK好 這樣也可以 那或者是你用 nickname 好 這邊有個 nickname 暱稱嘛 這樣也可以 好 那我們就把person 不是person team ID 挑在這個地方 好 那同學 這個team ID挑出來之後 然後啊 你就知道說 是1610 6127 147 嘛 那同學的下一件事 你就很簡單 你就wear team ID 等於 1610 這個 612 747 然後你在players裡頭 就可以把 胡人隊 的球員挑出來 OK 好 那同學要怎麼樣把這兩段 又合起來呢 所以同學一樣 就是 你先把 經過什麼 經過 查詢 所得到的結果啊 先原封不動的貼上來 比如說 這是你的 一個查詢 是這個 OK 然後你就把它先貼過來 然後呢 這是第二個查詢 OK 好 你也把它這樣貼過來 那同學 你就可以整理一下了嘛 比如說 這一段查詢的 這個 我現在highlight起來的地方 它是依賴前一個查詢 所得到的 所以你把它用小括號取代 然後呢 把 前一個查詢 原封不動的剪下 貼上到 這個小括號裡頭 然後 調整你的縮排 這樣 OK 好 所以 這樣就把它改寫成 這要叫什麼 就把它改寫成 止查詢的形態 這樣子 OK 好 那同學 那同學 子查詢還有另外的 應用場景啊 比如說你也可以 生成一個 欄位 然後透過子查詢生成 來做計算 我們這邊舉個範例啊 比如說 這個叫做 decomposing players based on their position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知道 有七個 這個 positions 剛剛我們在 Case那邊 我看到有七個 positions 那我們針對這七個 positions 來做什麼事呢 來 比如說 把他的人數比例算出來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怎麼樣把他 七個位置的人數比例算出來 首先我們先算分母 分母就是總球員數 所以我先count一個球員的總數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去看說 那每一個 position 他的人數是多少 所以七個 position的人數當作分子 那我拿這七個 position的人數去除 total的人數 這樣我就知道說 每一個位置 佔比是多少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來 看一下這個東西 要怎麼寫 比如說同學我會先寫一個 count信號 count信號先看 到底球員有幾個 對不對 比如說我先看 493個球員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分母 你要運算時候的分母 你要算比例嘛 好 那同學接下來我們會有第二個 這個 查詢啊 他是什麼 他說我們照著 球員的 位置來count 所以他本來長的樣子 可能像是這個樣子 好 我count信號 但是我們這邊加了一個什麼 加了一個group by position 也就是 擺不同的position 去count player的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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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同學接下來 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下一個步驟就是說 我要把每一個 這個數字都去除上493嘛 所以他的概念有點像是說 我要把 oh sorry 我要把493 拉在另外一個欄位 然後讓 每一個封位位置的球員的count 去除上493 這樣子 那就可以得到百分比 對不對 ok 好所以 下一步就是做什麼 下一步就是把這個相除的運算寫出來 所以同樣就會有一個這個相除的運算 比如說你就拿 本來最左邊那個player count oh sorry 本來的player count 去除上 你一開始生成的那個493 那這樣子的話 同樣就可以得到一個 percentage 百分比 ok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運算就可以透過 也可以啦 也可以透過紙查詢去把它完成 就是說分母是一個聚合嘛 它是沒有group by的聚合 但是分子要group by聚合 那這樣就是兩個查詢 所以你可以把這兩個查詢 結合起來做這樣子的運算 ok 好 那你可以把最後一個這個查詢 比如說先貼過來這樣子 好 最後一個查詢我們可能是說 我希望可以生成說每一個position 它的組成是多少 它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它可能最後的樣態可能是長這個樣子 position count 這樣 ok 好 所以它最後可能要長這個樣子 那同學就在這個地方看說 這裡頭什麼樣子的資料 它是 源自於其他的查詢 那同學這裡的case 我們源自於其他查詢的值在什麼地方 其實就在這邊而已啦 其實說穿的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493你是 就是經過前一個查詢算了之後 才算出來的東西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一段替換 就可以把這段替換 好 那同學這段怎麼替換呢 你就 把 你可以生成493的這一段 替換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你count 星號 然後from players 對不對 那你就把這一段寫在這個地方 好 那同學 算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就是我們前面有叮嚀過你啊 就是說在 相處的時候 萬一你的分子分母 都是整數的時候 他相處的結果 也會預設用整數回給你 所以你要稍微調一下 分子或者是分母的型別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調上面這個count的型別 或是調這裡這個count的型別 都可以 OK好 所以我在這邊調一下上面的 比如說我cast 上面這個 然後as real 那我就可以把 小數的運算就做出來 那同學在這一段查詢裡頭 我就沒有把 493寫死 我就沒有把493寫死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是另外的一個 只查詢的應用場景 就是你可以把它 拿來當作是 生成 比如說你運算所需要的 的對象 就是把它當作是生成一個 衍生計算欄位來用 這種概念 OK 好 那同學接下來我們要來跟 同學提的是 下一個這個技巧 下一個技巧叫做 creating views creating views 那同學我們從這個 指查詢開始 到creating views 到我們下一個這個主題 我們某個程度來說的話 我們過渡到了一個 新的應用階段 同學會發現說 我們給你的那個 範例的資料庫 它都是 多個表格的 多個資料表的 好 那像這種多個資料表 它之所以存在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 有的時候你在 資料的存儲上面 比較適合拆出 多個資料表來儲存 並不是說 適合所有的資料 都存在一個資料表裡頭的 這個時候就會用 多個資料表去儲存它 但是同學你既然為了 存儲上面方便 但是你在查詢的時候使用 是不是就有可能會 使用到多個資料表 那其實從只查詢開始 你就某個程度上面 進入到說 你可以去享受資料庫中 多個資料表 存儲上面的效率 但是你同時在查詢上面 也可以運用良善的優點 OK 好 那像是只查詢 其實就是第一個部分 所以同學這邊 可以稍微再回顧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 在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誰是虎人隊的時候 我們這個front後面接的資料表 是players 我們這個front後面接的資料表 是teams 所以這邊就會發現到說 我們的資料來源 它是從不同的資料表來的 如果是在上一個case這邊的話 可能就會觀察一下 它的資料來源有players 有career summaries 所以它是從不同的資料來源去抓 不同的資料過來用的 OK 好 那這件事情就跟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 有點相似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除了可以用指查詢做到這件事之外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說 我可以去建立一個所謂的 這種views view 那view它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存在 就是它的中文翻譯 有的時候會叫做檢視表 那它有時候會叫視圖view 就是檢視表啊 或者是視圖 那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它的存在的價值是什麼呢 同學可以把views想像成是什麼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種 很久存在的這個指查詢 也就是說你的這個 同學我們前面的指查詢有點像是說 查完就丟掉 查完就丟掉嘛 就是說它雖然 查完之後它有生成某一個結果 但是這個結果它並沒有 存在在你的資料庫裡頭啊 OK 所以你可以把檢視表想像成是一種 會被存起來的指查詢 好 那 嗯 對 使用資料庫的人來說 同學 它對使用資料庫的人來說 其實 view的存在就像是資料表的存在一樣 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你會覺得它好像 就像個資料表啊 你為什麼要叫它叫做view呢 它不就是跟其他的資料表一樣 都是taggle嗎 那答案是說它其實是比較 特殊的一個存在 它介於 只查詢跟真正建立一個資料表之間 它是屬於一種 儲存起來的select敘述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存在 就它並沒有真正存資料本身 它存的是你給定的這個select statement 但是它在面對使用者的時候 又好像是個資料表一樣的存在這樣子 OK 所以它是個比較特別的一個存在 那同學把它的想法就是說 它是一個persistent 就是它是會存起來的指查詢 OK 那 它提供了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介於指查詢跟真正建立資料表之間 那同學可能會好奇就是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真正建立資料表 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一個view呢 答案是這樣的 就是同學現在因為我們在課堂上面學習 所以你對你的資料庫具有所有的權限 但是事實上在這工作上面的場合 是不太不可能有這樣的狀態 同學多數的時候具備查詢的權限 那可能也具備創造view的權限 但是你不會具備建立資料表 或者是更新資料表 或者是做資料表刪除等等的權限 不會 因為那個是資料庫的管理員才會具備的權限 OK 所以 會變成是說同學假如在使用上面有一個需求 但是這個需求用只查詢不能滿足了 但是你又不能新增一個資料表 那這個時候可以怎麼辦 OK 那同學就可以建立一個view 來協助你做的某一件事情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會說這個功能它是介於只查詢跟 創造一個表格之間的一個存在 OK 所以有點 這個講不講 這有點抽象 有點抽象 但是同學可能要自己創一個出來看才會知道 所以我們來創一個出來看 那同學它的建立的方法是這樣子 它叫做 它的語法是createview 所以你createview 然後給我一個view的名稱 就是說 你有點像是說給我一個虛擬資料表 虛擬資料表的名稱 然後這個虛擬資料表的欄位名稱也幫我給一下 然後後面用一個as接 你希望存在這個view裡頭的資料是什麼 所以你就是接一個select statement這樣子 好 那同學我們來看一下範例 比如說 同學我希望你 可以把前五個 這個NBA 得分最多的球員 額外的存出來 存在一個view裡面 那這個view裡頭的資料很單純 我只要person ID跟points 這兩個欄位就好 所以你就說好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先寫 比如說你可以先寫查詢 好 那同學這邊我們帶同學 我們就用本記作作看 等我一下 就來自個字幕 那的東西 我不用說 這個地方 就好 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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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一下 我先把我本來有的view先閃一閃 我帶各位同學一起創 等我一下 OK好 同學這個是 跟大家一樣的這個 這個database 對吧 好 同學它可以透過 這個createView的語法 同學我們在createView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存這個select的敘述進去 所以我這邊先run這個查詢 先看一下它的結果 好 所以同學我希望可以有一個view 這個view的儲存只要就這麼單純 就是有這五個球員的id跟這五個球員的總得分 這樣子 好 我在這個地方加上create view 好 那我們把欄位的名稱宣告進來 比如說person id 然後point 好 然後這邊接一個as oh sorry createView view的名稱是什麼 view的名稱 我們這邊view的名稱我們叫做 top5 scorers top5 scorers ok 好 那同學這個時候你可以 執行看看這一段指令 好 那同學你看這段指令你執行完之後 它跟你先前寫過的這個查詢不太一樣 先前你寫過的查詢寫完之後 會有一個輸出的結果 但這一段因為它是屬於所謂的建立資料表的查詢 所以它某個層面來說它是屬於 DDL它不是屬於DML 就是我們前面寫的這個sql它其實都叫做DML 就是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但是 比如說像是createView這樣子的一個語法 它就是屬於 DDL 就是Data Definition Language 那這個同學不重要啦 同學我們沒有要 大家很了解這個 差別是什麼 只是說 如果是像是這種資料定義型態的語言 它就沒有像是這種輸出的結果 讓你看 那你就可以從什麼 比如說 我們有這個UI的好處就在這邊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左邊這個地方 多了一個什麼 在那個 Database 左邊這個Database的選單下 它本來就是Table 然後三個而已啊 但如果你有run了這個createView之後 然後你會發現說 這個view的名稱就加在了什麼 加在了views這個選單底下 所以你就在這個地方新增了一個view 好 那同學新增了這個view 它的狀態是什麼呢 它的狀態就是說 它幫你把下面這一段查詢啊 就是存在這個view裡面 那存在這個view裡面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說 未來你如果想要 就是重新的 下這個查詢 你可以用 select信號 from from top 5 scores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 重新的 run剛剛那個查詢 而不用寫select啊 然後order by 然後limit 不用 你就select信號 然後 from top5 score 這樣子 OK 好 那同學就從這個裡面 這個 這個database 你就把什麼 把剛剛我們存進來的這個資料 就是傳進來了 這樣子 OK 好 那你就可以對它下什麼 就是你要的 比如說你又可以再對它下 比如說 max points 那當然 比如說你就可以對它 就是說 它對你來說 它就像是一個 資料表的存在了 雖然它被歸類在 view的那個類別下頭 但是它實際上還是一個 用起來就跟資料表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實際上呢 實際上它存的也是 就只是這一段而已 就是說你如果把它 就是點兩下點開來的話 它就是幫你把這一段 你先前生成這個view的查詢 幫你記在這個裡面而已 OK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就有了一個view 這樣子可以讓你去使用 OK 好 所以我們偷影片上 就是說 Once 一旦你create出來一個view之後 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table 一般的去使用它 OK 好 那同學在自己的這個環境 如果在createview之後啊 會發現說它是永久會存在的 所以 所以比如說 你已經create了這個view 然後這個view在這個地方嘛 好 好 然後比如說你這邊 比如說中段連線好了 然後 比如說關掉了這個 關掉了這個 SQLite Studio 但是當你下一次再打開這個 SQLite Studio的時候 然後呢 你跟它重新的連線了之後 同樣會發現這個view沒有不見 那這個點就跟止查詢很不一樣的嘛 它跟止查詢很不一樣 就是止查詢你 可能前面有寫了一些東西什麼的 欸 有點想要把它保留起來 你只能用 這個指令的方式把它保留起來 但如果是view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你多了一個 我也不需要真的有建立資料表的權限 那我可以在一個user的這種狀態之下 去 去 去在有需求的時候 新增一個好像是資料表的存在 但實際上不是資料表的東西 OK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 一旦一個view被創造出來了 就把它當作是table一樣用吧 OK 好 所以這裡也是在呼應 呼應我們這裡跟你說的話 一個儲存起來的select statement 叫做view 但是它對user來說 或者是對非DBA的人來說 其實就是資料表 OK 好 所以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太嚴肅 這樣子 OK 好 好 所以我們這邊 對 對這個 剛剛創出來的這個view 下了一個止查詢 我們下了一個止查詢 我們把寫view的這個止查詢 放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我們這個view裡面 只有存person ID而已 所以我們去拼湊說這些人的這個名字這樣子 OK 好我們就問說 那現在這個top5的NBA scorers 就是說他從加入到現在 他還在打 那他得分的這個最多的五個人 是哪五個人 所以你就把剛剛的這個止查詢 sorry 不是止查詢 剛剛這個view裡頭的資料 當作是什麼 當作是一個資料表在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有體現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的這止查詢的這個 from 後面接的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view 他不是一個 本來有的實體指導表 是我前面創出來的這邊用 這樣子 OK 好 所以如果說 這段查詢我在 我來這邊用 那他就可以回答我了 這個問題 就是說 是這五個求員 好 但是同學如果說 我在使用這一段之前 如果我就把 沒有這個view之類的 所以同學你看 他是需要你 手動去delete 他才會被刪除掉的一個存在 那這個時候 你當然 這邊你就不能對他叫了 因為你剛剛把它刪掉了 所以你現在去叫他 他就得到了一個錯誤 他就說 我找不到這個資料表 他說 這個又不是資料表 又不是view 所以我就 傳一個錯誤出來給你 OK 好 所以就是說 一旦你創造出來了 就把它當作是個 資料表一樣在用它吧 OK 好 所以這個是 view的一個存在 那它的 常見的應用場景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 你有一段 像 紙查詢一樣的需求 但是你希望 這一個 紙查詢是可以被 存起來的 讓你之後更容易去使用 那你就可以用view 去把它做出來 那另外一個常見的需求 就是說 同學沒有新增資料表的權限 沒有關係 但你可以透過用view的這種方式 來達到新增資料表的需求 那另外 還有可能 應用場景是 我想一下 應用這個view OK 好 同學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說 先前我們有教大家 新增計算欄位 就是 給定了欄位 就只有這樣 但是你衍生 計算一些欄位出來 你可以把view 想像成是資料表版本的 衍生計算欄位 就是說 你有什麼資料 它要用資料表存 但是它是從 既有的資料表衍生 計算出來的 那你就可以透過view 來幫你做 這件事情 OK 好 那接下來同學 我們就可以來進入到 下一個這個 主題 那同學下一個主題 我們叫做 把表格就是 連結起來 合併起來的這個主題 我們叫做 joining table joining 同學可以把它想像成是結合 連結 或者是合併 這些 動作都可以 OK 好 那同學 首先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做 relational database 同學我們在這個 課程的第一節 就是SQL SQL的課程第一節 就是上上禮拜 上上禮拜的話 我們跟大家介紹過幾個名詞的定義 SQL的定義是什麼 跟Database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跟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的定義是什麼 不知道同學還記不記得 那麼我們在提這個 關聯式 sorry 我們在提這個資料庫管理系統的時候 我們有跟各位同學講過 就是說 它全稱其實是叫做 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或者是叫做 那資料庫的話 以SQL來對應 其實是所謂的 關聯式資料庫 那這個關聯式的這個關聯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它其實是 關聯式的這個概念 它其實就是說 依據 它其實是有點有趣的 它是說依據 依據 依據關聯式模型 所打造出來的資料庫 就叫做關聯式資料庫 好像有解釋等於沒解釋 就是 那什麼叫做關聯式模型呢 意思就是說 表格跟表格 它彼此之間 是可以 建立關聯的 就是你可以建立關聯 你也可以不建立關聯 你可以讓裡頭的資料都是散的 但是它是有 資料關聯性的功能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需求的話 你是可以把它 表格跟表格之間做出關聯的 OK 好 那麼怎麼樣去實踐 表格跟表格之間關聯 其實就是透過 就引這樣子的一個語法 去幫你把表格跟表格之間關聯起來 好 那你可能會好奇啊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不把所有的資料都 寫在一個資料表裡頭 為什麼要用關聯式模型去做這些資料表 那答案就是 我們希望減少資料的重疊性跟 希望 增加維護資料的 降低維護資料的難度 所以 關聯式模型的最初衷其實是為了解決 資料重複性的問題跟維護的難度 OK 所以 看起來好像說 在關聯式模型底下 你的資料表很多 好像造成了你的一些困擾 但實際上它就是在解決問題 就是 我要把 資料跟資料之間的重疊性 跟資料之間的維護的難度去把它降低 OK 所以這個是關聯式模型 所存在的一個最主要的動機 好 那同學我們接下來就要來介紹 這個應該是我們 最後面的一些保留字 我們要介紹的保留字叫做 Join跟On這個保留字 OK 好 好 那同學什麼叫做 Join跟On呢 Join我們前面有說過 它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連結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合併 那麼基本上它就是說 不同的資料表之間 假如它中間是有一個 欄位是可以把它連結起來的依據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Join跟On 把它連結起來 所以它會需要有兩段敘述 一段叫做Join 另外一段叫做On 那麼 同學我們在結合資料表的時候 我們在實作的事情其實是說 我們去獲取更多的欄位 比如說同學我們在 Players這個資料表裡頭 有一些球員的基本資料 那我們在Career Summaries裡面 有一些球員的攻守數據 那假如我有一個需求是要 針對攻守數據去做分析 但是也需要跟球員的 某一些基本的資料去做分析呢 比如說我想知道 身高比較高的球員在 哪一些數據上面表現比較出色 身高比較矮的球員在哪一些 攻守數據上面表現比較出色 那我是不是同時需要 攻守數據跟球員的身高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有一個需求 要把這兩個資料表 的資料同時都拿出來 那這個時候同學我們就可以使用 Join 這樣子的一個語法 那同學我們說 Join講簡單一點來看的話 它其實就是欄位跟欄位之間的 資料表跟資料表之間欄位的結合 新增你的欄位 所以它某個程度來說 它在結合的方向性上面來說 它其實是一個水平的方向性的結合 因為它是新增欄位 所以它會有一個左邊右邊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在 from後面給一個left table 然後我們在join後面給一個right table 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左表格跟右表格 你現在希望把左表格跟右表格拼起來 或者是從裡頭 select部分的欄位拼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用 from left table join right table 這樣子的語法 好那同學你就要指定說 我左表格要用哪一個欄位 去跟右表格的哪個欄位做參照嗎 不然的話我怎麼知道 哪一筆資料要對到哪一筆資料 那你就可以用 left table的join key 去對照right table的join key 好 那同學什麼叫做join key 我們常常在 跟資料庫有關的 這個名詞裡面會看到key這個字 那同學key這個字 其實你就把它對照變數就好了 它其實就是 他們有的時候講key 有的時候講fields 有的時候講column 有的時候講variable 這些東西指的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垂直的那個東西 或者是欄位的名稱 那它只是有不同的 這個可能叫代名詞這樣子 如同我們剛剛做的 它可能有時候叫key 可能有時候叫variable 有時候叫fill 有時候叫column 就是這樣 它其實指的都是同一件事 所以就是join key 其實就是 就是左邊表格跟右邊表格的 參照欄位而已 ok 好 那同學 乾脆你寫寫看 就是乾脆你寫寫看 不用 這個要叫什麼 不用太care它 好 同學說我們把上面這一段查詢 就是這段查詢是seudo code 我們把這段查詢直接改成真實的表格 比如說我們把players跟career summaries去連起來 看它會怎麼樣 OK 好 那同學在run之前可以先select看看 OK 我們這邊應該是可以在這邊做一下 好 比如說同學可以select一下 這個players這個表格 好 那同學我們先往右邊捲一下 好同學可以看到它的欄位 到這邊 最後一個欄位是這個country 就是它的國籍 OK 好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說 好啦我說我要求員的資料 好 那我也要什麼呢 我也要求員的攻守數據 OK 好 所以我說join career summaries 然後呢 按players資料表的join ID join key是person ID 那career summaries也是person ID 那我就把它這樣寫過來 好 那同學這邊的話 我們limit5就好 好 那同學你看到我這個時候檢查一下 往右邊捲 剛剛我們看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欄位是country clares的最後一個欄位是country 但你發現說這個查詢結束之後 後面又多了什麼 又多了這一些資料出來 那這些資料其實就是源自career summaries 那個資料表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好像把兩個資料表並在一起 一樣 水平的方向合併在一起了 OK 所以就是欄位跟欄位之間的這個結合 OK 好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第一次的這個join的敘述這樣子 OK 好 那同學我們剛剛說 一個這個表格跟表格之間的這個 合併 連結 這個結合 它用join key在做連結 那我們那個時候也有跟各位同學講說 這個key這個詞 key這個技術詞 在製造庫相關裡頭 它其實就跟欄位是同意的嘛 所以同學 還是會再多聽到一些 這個 collen的名稱叫做什麼 叫做 比如說主件 他會跟你說 primary key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或者是說 他會問你 告訴你說 foreign key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那同學這些東西 他其實都是在告訴你說 這個資料表相關的一些 資訊 所以就是說 這個資料表 他是用什麼欄位 來做為什麼呢 來做為他獨一值的 獨一值的 這個代表 那他就可以在這個資料表上面 用primary key去標註說 我這個資料表的單筆獨一值 是用哪一個欄位可以判斷出來的 OK 好 那什麼樣子的欄位 可以符合primary key的定義 就是主件 或者你說叫它主欄位 好了 他預示就是說 在這個primary key裡頭 它是獨一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unique value for each role 所以以players資料表來說 它的primary key就是person ID 因為players一列一列的觀測值 它都是球員 所以它就會用primary 它就會用person ID 來標註說 這是一個獨一的觀測值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說它不能夠有遺漏值 就是說你非主件的欄位 可以有遺漏值這無所謂 但是假如你要指定一個欄位 可以作為主件的話 那它不能夠有遺漏值 OK 好 那 foreign key的概念 其實就跟我們剛剛 在join語法裡頭看到的join key 是一樣的概念 它就是在標註說 這個資料表跟其他的資料表 它之間的關聯是怎麼樣描述的 OK 好 所以同學你可以把join key 跟foreign key這兩個名詞 就是可以畫上等號 可以畫上等號 它就是在告訴你說 資料表與資料表之間是怎麼樣做關聯的 OK 好 好 那同學可能會想要說 那我們在這一些資料上面 我們如果想要看到 剛剛我們講的這些東西的話 它可以怎麼樣看 答案是說這些東西它都被記在metadata裡面 所以假如啦 假如同學需要去查的話 可以從metadata裡頭去查 所以比如說我們這邊查metadata career summaries的metadata 然後我們去找 primary key唯一的欄位 是哪一個欄位 它就會告訴你說 primary key是person ID OK 它會告訴你 pk等於1 person ID 那同學如果是在UI裡面的話 可以怎麼看 同學如果在sqlite裡頭的話 看這個東西更好看 同學你可以把players 剛剛我們是看 career summaries 同學你可以把colons點開來 不是把colons點開來 同學可以 我看一下 同學可以 edit table 好 同學你看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鑰匙 這邊有一個鑰匙 小小的 這邊有鑰匙 同學你可以在你的 career summaries這個table 按下右鍵 然後按這個 edit table 那同學就會看到 在這個 在這個 metadata 有點像metadata的輸出這邊 他這邊就有告訴你說 這個欄位是什麼 是primary key 然後這個欄位也有 foring key 就是說它可以跟其他的資料表做連接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參照說 這個資料表可以跟players參照 這樣子 OK 但這些東西並不是必要的 也就是說你的資料表就算沒有指定這些東西 他也能夠做參照 這不影響 只是說你如果有參照 好處就在於是 可能跟使用者就比較沒有關係 就跟管理員比較有關係 管理員會比較好管理 因為他可以藉由這些參照 生成像是文件或者是生成像是關係圖 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對管理員來說這些東西可能是比較 有價值的 但對使用者來說還好 對使用者來說還好 因為這個東西 並不是資料表必要的東西 OK 好 所以同學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邊有下 用查詢的方式看 我們看metadata的部分 就會看到 career summaries pk primary key 是person ID 然後 teams 只是team ID 然後 players player ID OK 好 所以這邊你就會看到 是說有這樣子的 資訊在表格的欄位上頭 OK 好 那同學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OK 好 同學我想一下就是 跟同學解釋一下 就是 這個作業二的 塞這個 level不一樣的資料 這其實是個不好的作為 我本來 我覺得有點翻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本來只是想 說 挖個陷阱給大家跳一下 這樣子 我覺得好像其實也沒有必要 因為你真實是世界接觸的資料表 它其實都是正規化過的 就是它不會幫你放 level不一樣的資料在裡面 就是我塞這個東西過去 有點像是說故意放陷阱在裡面 讓大家去跳 那我後來想一下就是這樣不是太好的做法 因為跟大家未來會遭遇到的 實際的狀況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把最後兩題 在計分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忽略掉 就是我們就是計各位同學的前八題 這樣子 後面兩題 有一點像說 算完你前八題的分數之後 我們再幫各位同學 加兩分到你的分數上 所以如果同學 你現在在提交之前 你對這個第九題或第十題 還是就有問題的話 你就先 你可以不用管它 你可以提交 就是只要做完前面八題就好 反正後面兩題我們就 不計分了這樣子 我覺得有一點 半石頭砸自己的腳 下次應該不會出這種 故意的陷阱題 這樣不是很好 OK 好 所以同學如果你還在煩惱 最後兩題的話 你可以不用煩惱 就是 這個初題上面有一些瑕疵 因為我放了 資料表中照理來說 它的level要一致 不然的話使用者會被混淆 這是很直觀的 那我故意混淆大家 但是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決定 就是算了這樣子 以後就 就 不會碰到這種問題 OK 好 那跟同學稍微講一下這件事 就是 同學只要拿到八分 就算是 這個作業就算是滿分了這樣子 我們只算前八題的分數 不算只有兩題了 OK 好 那同學接下來我們來看 剛剛你已經知道說怎麼樣去 連接一個 兩個以上的表格資料 那在這邊我們跟各位同學講說 當你使用join的時候 他其實預設是做 左邊跟右邊的資料 他是一個交集的 這個取法的資料 也就是說 他會幫你把 左表格跟右表格 對照 參照得到的資料 幫你 結合在一起 OK 好 那同學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我們在這邊 再跟各位同學做一個這個範例 比如說同學 我們既定的這個資料表裡頭 只有像是teams啊 只有像是這個players 或者是像是這個career summaries 他基本上他在連結的時候 都會對應的很剛好 就是他會對應的很剛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可能對應的不是很剛好的 這個case出來 來講述說 那到底join這件事情 他在資料表的交集這件事情 上面有什麼樣子的作用 OK 好 那同學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本來的 這個資料庫裡面 我們新增一個view出來 好了 OK 好 那同學我們這邊 就現學現賣 我們在資料庫裡頭創造一個view 這個view我們把它取名叫做veteran players 那這個veteran players是怎麼樣做出來的呢 我們就是把players中的前15個球員留起來 那為什麼說前15個球員就是veteran players 因為他其實是照著 這個加入聯盟的順序擺放的資料 所以你如果拉前15個進來 就是前15個年長的球員 OK 前15個年長的球員 那我們把這前15個年長的球員 放在一個表格叫做 oh sorry view 叫做veteran players 好 那同學你看我們把這個view 卷出來 那我們這邊就有了一個view 這個view叫做veteran players 那麼同學我們先前有跟你提到啊 說一旦這個view被見出來了 就把它當作是什麼樣在使用 就把它當作是 table一樣使用 所以你就說 select person ID from veteran players 好 那我們這樣就有15個veteran players的 球員的ID 好 然後呢 有他的temporary display name 好 有他的這個名字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哦 這是前15個資深的球員 我們就叫veteran players 好 那同學我們要把這個veteran players 當作是我們的左表格 這樣子 再用吧 OK 好 所以我先做一個左表格出來 這個左表格並不是真的資料表 他是以view的形式存在 為的只是要跟各位同學觀察說 在join的時候 他的慣例是什麼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create一個右表格 這個右表格我們叫做top scorers 就是很會得分的這個球員這樣子 那麼我們用場均得分 我們用場均得分來 來建立這一個所謂的top scorers 所以我們從這個career summary這個表格裡頭 我們讓他照著場均得分 遞減排序 然後抓前15個 也就是說他現在他是場均得分 前15高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叫他叫做top scorers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有了一個左表格 是一個view 右表格其實也是一個view 好 那同學就會好奇 那這兩個表格他的對應關係 會剛好前15年紀大的 就是前15會得分的嗎 一定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老了就跑得比較慢 跳得比較低 然後就會得分就會下降 然後就才要退休 不然就一直打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說你進聯盟越久 然後還越來越強 但少數的特例是特例 對 但多數的球員他其實年紀增長了 體能就會下滑 OK好 所以同學其實我們這兩個table 他彼此之間是有一個mismatch 就是他是有錯位的 會有說左邊有右邊沒有 或者會有右邊有左邊沒有 但也有可能會有左邊有右邊也有的 所以他在對應的關係上面不像 本來三個資料表那麼漂亮 本來三個資料表 比如說球員跟球員的攻守數據 就是一對一對起來的嘛 那麼漂亮 然後每一個球員也都有一個隊伍 所以也是對得起來的 那我們這裡刻意營造出來的兩個資料表 Sorry一直講資料表 兩個view 其實他是沒有這個完全對應的關係嘛 因為一個是年紀大的球員 另外一邊是得分 場均得分高的球員 他沒有對起來 好可是啊 同學如果我們寫一下 比如說我select person ID 然後 比如說 Temporary Display Name 好然後呢 select PPG 然後呢我們 from 左表格 我們用 Veteran Players 當左表格 所以我把它寫在 from後面 那我用 top scorers當右表格 所以我把它寫在 join後面 那on呢 我就寫 好 那同學這邊 這個有趣的事情來了 就是說 同學我們在 join這邊的這個語法啊 跟前面的語法 看起來就是變了很多 ok 好 這邊看起來變了很多 最明顯的變革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 在 欄位的 名稱前面 我們加上了 表格名稱的 一個 註記 比如說 不是單純的寫 person ID 而是寫 players.person ID 不是單純寫 person ID 是寫 careers.person ID 那這個 用途是什麼 比如說 同學我們現在知道 左邊 右邊都有person ID 那我如果 這樣寫 會不會很奇怪 on person ID 等於 person ID 同學我這樣寫 會不會很奇怪 會啊 就是 到底哪一個是 players的person ID 哪一個是 career summaries的person ID OK 我會奇怪啊 那 其實同學如果你自己覺得奇怪 有沒有關係 其實也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 就是比如說 應用程式覺得奇怪 就有關係 那同學你看像這個問題 就是你自己覺得奇怪 應用程式也覺得奇怪 所以它就有關係 所以同學如果 這樣子去結合的話 就是 就是一直跑 噴錯誤出來啊 那這個原因就是說 藍位的名稱 跟藍位的名稱 現在打架了 所以它不知道 這個藍位是哪一個 資料表的藍位 那這件事情的話 它就會出錯誤這樣子 所以 像這個問題 我們就會說 好那我 跟它講 說 是 veteran players.person ID 等於 top scores.person ID 這樣子 好 那麼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 去run這個 查詢 這樣子的話 就得到了成功的 查詢結果 所以同學我這邊就得到了說 喔 好 原來 這個查詢結果之後 會得到這樣子的一個 資料 結果 這樣子的一個資料結果 可是 這樣子的一個資料結果 同學有沒有發現什麼 詭異的地方 左邊不是有15個人嗎 右邊不是有15個人嗎 為什麼 這邊只剩下兩個人 剩下的資料到哪裡去了 那同學剩下的資料 就是說它在預設的結合 方式下面被捨棄了 原因是因為預設的結合 規範是交集 左邊有右邊有 交集起來 就左邊右邊都有 它才會保留下來 OK 所以你的左邊表格雖然有15筆 觀測值 右邊表格雖然有15筆觀測值 但是 連結之後會保留下來的資料 只有兩筆 原因是因為左邊跟右邊只有交集這兩個人 所以這兩個人就是我們說的特例 就是 他年紀雖然大了 但是還是很可以得分 所以他的場均得分還在 名列前茅這樣子 OK 那當然我們是用整個career來看 如果我們用單季career來看的話 可能我們交集之後是一個 對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是career的層面 所以交集之後還有兩個 假如我們用單季的場均得分的話 可能就只剩一個這樣子 好 那同學這個就是我們想要體現的 就是說 左邊跟右邊的這種 左表格跟右表格 他彼此之間的對應關係 他有可能是沒有完完善對應的 那預設的join的規範 他就是把交集的資料保留起來 所以左邊刪掉了13筆 右邊也刪掉13筆 所以把左邊右邊 交集的兩筆留下來而已 OK 好 那這邊的話同學我們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我們有一個地方覺得很奇怪 就是personID等於personID 我怎麼知道哪個personID 是來自於哪一個資料表 所以我們在前面標註了資料表的名稱 但同學就會好起來 那奇怪 你這邊的personID 跟你這邊的temporaryDisplayName 或者你這邊的PPG 為什麼又不用給 這個就很詭異了 這個東西就是說 他在有限的情況之下 他會盡可能的去猜測 說這個資料從哪裡來 所以通常我們會在這個地方就告訴你 你乾脆寫明白 雖然他會去猜說這個欄位 從哪個資料表來 但你可以把它寫明白 所以比如說這個 你可以寫說好 他是來自veteran players的personID 他是來自veteran players的temporaryDisplayName 而他是來自topsscored的PPG這樣子 所以你會變成是說 當你在使用的資料來源 特別是在join這邊的時候 就是你的資料是來自於多個資料表的 但是你最後查詢出來的結果 你會匯整在同一個查詢結果上面 那麼即便他自己會去判斷說 這個欄位在從哪裡來 但是我還是建議你可以把它寫明白 就是這樣子的話 大家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知道說這個欄位是這個資料表的 這個欄位是這個資料表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boleh去rehil 你另外試焦點 OK 打錯字了 veteran Veteran はい כש avoir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样子的话你的叙述里头就会把栏位的资料表来源交代的清楚 那你的查询结果 人家查询内容人家看了也会比较顺一点 好那如果我们把Join的前面加上了left 这样子的一个保留字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它就会改用左边这个表格作为主体 那好同样我们的左表格是哪里 我们左表格是这个嘛 这个是我们的left 这是我们的left table 那这是我们的right table 对吧 这是我们的左 这是right 这是left 我们说front后面接着是left Join后面接着是right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同样我们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查询结果 好同样就会发现说 他有了一个跟刚刚你采用Join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同样会发现说 这个查询结果的球元数多了很多出来 OK好 同样会发现说 这个资料查询结果变成15个 那同样这是哪15个呢 同样就可以看哪一些资料是now 就遗漏值now 就知道是哪15个 OK好 同样他now是now在PPG嘛 PPG是来自top scorer那边的那个栏位 所以表示说 这13个球员是没有在右边的资料表的 所以就是说 左表格的所有观测值会被保留起来 那他在右边参照不到嘛 那预设的情况是参照不到 他就帮你舍去掉 那如果你标注用LeftJoin的方式的话 他就是帮你把 参照不到资料给你这个叫做笔漏值这样子 OK好 那同样如果把左表格跟右边表格就是反过来放的话 像是左表格放Veteran 右表格放Top scorer 然后用LeftJoin这样子的方式 但是他概念就有点像是说年纪大的球员 但是已经 就是以年纪大的球员作为主体嘛 那如果我们这个front后面给的是Top scorers 好 那我们这边选出来的table也都一样 那我们这边放Veteran Players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以 会得分球员作为主体 好那同学他这样查询的话他同样也是会有 他也是会有 13个遗漏值啊 那同学这13个遗漏值就是所谓的说 所以我们这边会有OK好 我们这边应该要从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Top scorer那边拿 Person ID 好那同学我这样子就会得到什么 这样子就会得到15个得分王 以为主 以得分王为主 但是因为他 有13个得分王其实不是那么资深的 没有前事务资深 所以是No这样子 所以他在Temporary Display那边 也就是说来自Veteran那边的栏位内容 就会是空子这样子 那同学就可以去找说那这一些球员是谁这样子 OK好那同学同样是做这样子的这种查询啊 你除了可以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写的方式去创造 View来做这个 Joint 其实像是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把我现在highlight起来的这两个 View啊 就你可以把它代换成自查询的形式 也就是说 我没有讲过嘛 像其实View跟自查询它在某个层面来说 它只是一个是persistent 一个是non-persistent 所以假如说你要合并的这个资料来源 它其实是自查询生成的 那其实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在from跟join后面 其实你也是可以传 我们说这个叫做 指查询的这个部分 那同学我们这边来秀给你看哦 所以我如果这边把这两个view先抵制成掉 好 那我这边我写一个 指查询 然后把这个指查询的结果 alias成跟刚刚的view的名称一样 veteran players 好那同学我们刚刚的veteran players是什么 做出来的我们刚刚是用select Person ID Temporary DisplayNa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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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不对 是直接limit 食物嘛 对不对 OK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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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看这个是我们刚刚生成veteran players的语法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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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用一个 止查询的方式把它放在front后面 然后给它一个别名 veteran players 好那同样的 这个 join的部分我们把它换成top scorer 好那我说as top scorers top scorers 好那同学你的top scorers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是select person id 还有ppg 还有ppg from korea summaries ok好 同学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我们还有什么 要order by 然后再 limit 对不对 order by ppg dsc 然后 limit 15 OK 那你把刚刚生成top scorers 这个view的select statement放在 止查询的这个结构里头 好 那同学我们这边来看喔 我把刚刚是生成的view 作为左表格跟右表格的layout 换成是以止查询的layout 生成的 那同学对我 比如说join之后的查询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那差别只是在于说veteran players 或者是top scorers 它是不是一个persistent的存在而已 你如果希望它persistent 然后你也有检视表 你也有createview的权限 那你就用view ok 那如果你不希望 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很重要 它没有persistent的作用 需求 那你就用止查询去做它 ok 所以这两个东西它的概念 其实是有点像的 差别就在说 一个是用过几丢 一个是 用放在那边可以摆放着 这样子 而且它是所谓persistent persistent 第一个体现是说 像刚刚我们断线之后重开 它还是在 这是persistent的第一个体现 第二个体现就是 同学不能重新的create 同学如果 比如说你把这一段createview 然后比如说这个叫做veteran players as as 这一段 ok好 所以假如说好 比如说我把这一段 我把这一段 我把这一段又 又create出来一次 这样 veteran players 然后要有栏位名称 好 temporary display name 太强了 我就说 name person name 好了 给它一个 alias 好 所以比如说 我又create了 这个veteran players 这个view 好了 好 那它另外 persistent的另外一个 体现就是说 它是不能 重新create的 所以比如说我这边又写了一次 又run 让它run一次 那它实际上 其实是出了一个 好 同学你看它实际上 它其实是出了一个 already exist的错误出来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view 删掉 那它是不能被重新create出来的 那这是persistent的 第二个体现 就是 一个是 断线之后开还是在 第二个是说 它 在create这件事情上面 是没有办法 被重新的去create 这样子 OK 你必须在 这个资料表没有 检视表不在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去create它 这样子 所以即便你里面 写的东西不一样 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个东西 可能是用select信号 这样还是不行 它还是会跳错误出来给你 因为 本来的这个 检视表已经存在了 所以你一定要 比如说你在用UI的方式 去把它delete掉 或者是你要写script 你要写sql 去把它delete掉 drop掉 不然的话 它就是会存在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OK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 跟同学讲 你可以用view 来创造出 资料表 形态的东西 你也可以用subquery 来做到这些事情 这样子 就端看各位同学的 这个需求的状态是什么 好 所以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default的这个旧营 它其实留下的这两个球员 是这个18年前 对 其实是18年前就加入的 搞不好还比18年前 18年前 该不会有同学还没有出生吧 大一的 有没有大一的 那其实18年前就 就开始在打职业联盟的球员 所以经过了18年之后 还在什么 还在这个联盟场军得分的 这个排行榜上面 还看得到这两位球员 这样 OK 好 那同学这边有个有趣的 就你看到 他们刚好是2544 2546 表示他们中间还有假一个球员 所以当时18年前的时候 有出这张球员卡 就是 这是2546 对2544 2544在这边 2546在这边 然后中间有夹一个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球员了 这样子 OK很有趣 好 好 这个跟课程没什么关系 好 那同学如果你用left join的话 你会留下所有的veteran players 只有我们刚刚有秀过了 OK 好 那同学如果在操作的时候 你想要把 比如说veteran players 但是非得分王 或者是得分王 但是非veteran players 挑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 在连结完之后 再帮我加一个where 去把elote就是挑出来 所以 好 等一下我们这边 可能又要再create 第五次 比如说 刚刚我们这边有一个top scorer top scorer 它是person id ppg 然后我们select person id ppg for from korea 好 那么同学在这一个 连结的时候就可以再加上这样子的一个技巧 看一下 刚刚我们好像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person name 所以我们没有叫它叫 这个 temporary display name 好 那同学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跟你说 where 它的这个top scorer ppg is now 同学还记得吗 你如果要比对遗漏值 你不能用等于遗漏值去比对 那样无效 你要用is now 这个去比对 OK 好 那同学这样子的话 啊 person id person name 看看 top scorer 我拼出什么 veterate players meta meta 哦 什么东西啊 OKOK 没有 它只是一个 message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查询的对象是view OK 好 好 所以同学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用is now 来判断的话 在left join的状态之下 你就可以把所谓的 哦 资深球员 留下来 那同样的 如果你在这里帮我调换左边右边 然后你同样也用 你同样也用left join 你同样也用left join 然后你同样也加is now 那我们这边就说它是 tops scorers tpg 然后我们说 where veterate player's dead person name is now 就是说你让它join之后 会呈现now的那一个栏位 就是从另外一个栏 资料来的那个栏位 因为它会有now这样子的体现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去做出所谓的 插几 这样你就可以做出插几 就是 到底哪些字要是右表格有 左表格没有 或者是哪些字要是 左表格有 右表格没有的 你就可以透过left join之后 去判断 遗漏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技巧 去把插几 difference做出来 ok 好 所以这个大概是 这里给各位同学提到的 这个小技巧 ok 好 好 那同学我们这边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你在连结这个 资料表的时候 你就要去 理解说这个 设计这个资料库的人 他是怎么样子去 去设计的 ok 好 那么你去理解他的设计的方式 其实就是在去了解 这个资料库的 关联式模型是长什么样子 ok 好 那同学你在了解 这个关联式模型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 去了解说他 资料表跟资料表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什么 那你要去了解他资料表跟资料表对应关系的话 其实就是把每一个资料表彼此之间 他假如有关联 就把他的Foreign Key 或者是说Joint Key 拿出来看说他对应的关系是什么 那同学以我们这个Case来说 我们给上课用的这个NBA DB 他基本上就有 一对一跟一对多的关系 那一对一的关系是什么 一对一的关系是 Players跟Career Summaries 他是一对一的关系 所以有493个球员 基本资料就有493个球员的 这个生涯攻守数据 所以他是一对一的状态 那一对多的状态 体现在Teams跟Players之间的关系 所以同学会发现说 对就是球队的列数其实只有30个 那球员的列数有493个 但是他在关联的时候 还是可以关联起来 原因是因为一个队伍可以有多位球员 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关联 所以同学发现在关联的时候 我们虽然只列前五列 但这边其实已经看得到了 所以比如说像这个球员 是Miami热火 那这个球员也是Miami热火 这样子 所以他是可以做一对多这样的关联 那同学当然如果你的资料 是有多对多的关系的话 那他还是会 具实的帮你体现出来 他会帮你把多对多的关系 在连结的时候帮你体现出来 只是说我们这里的资料 他没有多对多的关系 对 OK 好 那同学我们说 你去用Join Table的这种方式 他简单的概念其实就是说 我的左表格的栏位不够 我要去右表格抓一些栏位过来 右 所以我就是去其他的表格抓栏位过来 所以他在资料表的合并上面 他有点像是水平的方式 所以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左边有A跟B两个栏位 右边有C跟D两个栏位 那你把它合并起来之后 会变成ABCD 四个栏位 所以就是说 我只要栏位不够 那我去其他的资料里头 去拿栏位过来用 只要有参照的关系就好 所以我们这边说 讲简单一点 他其实就是 帮你把资料表 用水平的方式连起来 只是说他在黏的时候 他是会参照你的Join Key去黏的 不是单纯的 就是左边拼右边 不是 他是有做参照的 好 那同学你就会好奇 说那我除了栏位 可以去别的资料表去连 我有没有办法去连 比如说这个 列数 就是我能不能垂直的concat 刚刚是说Join是水平的concat 我没有垂直的concat 当然是有 同样我们有一个保留字 叫做Union Union就是可以让你把查询的结果 垂直的方向去合并起来的一个保留字 好 那同学 Union就是我们最后的保留字 那他具体的使用方式是什么呢 同学我们这边比如说 有一段 这个 查询 他 查询出来的结果是这个 有一段查询的结果是这个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身高这个资料打平 就是他有点像是在做转制 他把身高这个资料转制 转到一个 一组资料 他本来是一个栏位 他把它转成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做category 一个栏位叫value 所以要把category那边记height 然后value那边记2.06 OK 好 那同学我们有另外一个 这个资料的样态 他可能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跟刚刚很像 只是说他是同样也是把它打平 但是他这次抓的是体重 Value的部分是113.4 那同学这个就是两个查询 那这两个查询分别可以得到一个 1乘4的查询结果 那这两个1乘4的查询结果 可以怎么样去垂直的合并 答案就是说 你只要在这两段查询的中间 摆放Union 那就会帮你把这两个查询的结果 垂直的方向的去合并起来 所以同学你可以看到 刚刚本来是分两个select 分两个sql的查询 然后得到这个 个别得到一个1乘4的查询结果 那你把两个1乘4的查询结果 垂直的方向合起来 就是2乘4的查询结果 ok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说 好假如你有什么样子的需求 你需要把查询结果垂直的合并起来 那就可以去取用Union这样子的一个 保留之来帮助你做到这件事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部分 所以 同样我们的 这个 其中考就是以 那个sql作为考题的这个核心 就其中考不考那个tablo 因为不知道怎么考 对 所以我们就考这个跟sql一样 那考法其实就跟作业2跟作业3一样 只是差别在于说我们不会像在作业2塞那个塞陷阱 挖洞给我自己翘这样子 我们会就是塞正常的没有陷阱的资料在里面 让同学去练习这样子 ok好 那我们应该是会就是也是出个5题这样子 因为我们其中考是占15嘛 对啦 我们出个5题这样子 让同学可以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写完的这个5题这样子 那这样刚好可以来做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同学不要太大的压力 你把它当作也是作业一样的概念 就是其中考就跟写作业一样 就是它的layout什么的都一样 只是差在于说作业你有一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写 其中考你就是在大概 我们可能会给某个程度大概4个小时的时间吧 可能你开机需要一点时间 上传需要一点时间 对 不要太紧张这样子 ok 好 所以同学不用太有压力 那 比较值得注意的话就是说 今天晚上9点有一个上传的期限 然后下个礼拜五的晚上9点 也还有一个上传的期限 那作业二的后两题 同学如果还没有解出来的话 就可以先上传 没有关系 我们刚刚有说过 那 那个挖陷阱的那个题目 就不要理他了 我们会送两分给同学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好 好 那 好 好 好 那